西平路拓宽工程在去年动工 最近沿线分成几端在施工 不过在做到石门坑福德工一带 因为没有做排水沟的规划 地方就担心地势比较低的土地工庙 下大雨会有积水的情况发生 所以在接火成情后 2号上午一人廖正良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从新台湖路转西平路沿线 可以看到拓宽工程都在进行中 不过在石门坑福德工一带 没有设计排水就让地方很担心 里长说第一阶段的工程 因为对面没有做排水沟 再加上地势比较高 雨水到时候都会往地势比较低的土地工庙这一边排 就会有积水的情况发生 那因为我们对面那边 它是没有做排水沟 所以那边路面会比较高 整个雨水会截流到我们土地工这边来 然后刚好这一段的话 排水沟也没有在这个第一阶段工程里没有施做到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今天最主要就是来解决 如果说以后那个下雨的话 大雨的话水排过来这边我们要怎么克服 那我靠近这个石门坑这个土地工庙这边 之前这个好像设计 顾问公司没有设计一条排水沟 因为这条路面设计的是路面往里面斜 那里面的排水沟 这一段因为是一个西的上游 它没有设计排水沟 他们的建议就是说这边假如没有 这一段没有排水沟的话 那可能会公庙的往常这边 会有积水的清新 因为西平路部分路段很窄无法汇车 所以市府也从去年开始进行拓宽工程 而道路拓宽也会是做排水沟 不过根据目前的设计 这一段对象并没有排水沟的设计 至于土地工庙这一侧可以看到 庙前面这里有一小段也是没有排水沟 就担心水会往低处流 税会堪也请新工处改善 土地是属于私人的 还是属于这个公有的 公有的就直接来施作 那我们今了解之后 我们土地工的管理人到现场 那认为这个土地是土地工所有的 那这边施作排水沟没问题 我们的结议就是说等到施作到这个进度的时候 一定要施作一段排水沟 先厘清土地是公有或是私人地 就算是私人地也是土地工庙 惠刊也请市府将这一段排水列入规划改善 让拓宽工程不注意造成土地工庙有积水情况发生 就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